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 要先报告一下身体状况 脚未好了 六成 手腕未好了 六成左右 有心 大家很多人祝我身体健康 不过我都要继续讲下去 我们要教的东西 好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很多人问我 射球的时候 我的手有什么做呢 另外一只手有什么做呢 我自己就是看《蓝宜多入津》 先打蓝球的 看完鹰木之后 觉得很开心就去打蓝球 所以呢 我想大家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 老海里面都有这句 左手只需轻轻的扶着 是不是呢 是错的 我们今天要忘记它 好不好 记住 如果你要射球呢 稳定 稳定的话呢 你的左手 其实相对地 有很多工作要做 甚至我可以说呢 他其实比右手做的东西更多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教清楚 在射球的时候 哪只手要重要些 哪只手要重要些 当然 你主力的手 是不是 就是你射球的手 我右手射球的 那我右手重要 那如果你左腰的 那你自己反过来 OK了 好了 那我们右手呢 其实呢 之前讲过 瞄准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去瞄准 是不是 不是眼 身体 OK 我是建议用左脚瞄准的 明白吗 因为你左脚对着它 你的身子自然就对着它 因为你两只脚和框就差不多闊 我建议用左脚瞄准的 第一 第二 力量 力量是靠手 还是靠脚 记住 我上次讲的 很多人 很多人觉得很神奇 说不用手力 是不用 OK 听清楚不用 自己练习多些 OK 说完 记住 我们是 尽量 用 脚 和手腕力 我们射球其实记住 记住 记住 三次了很重要 记住 籃球并不是瓦玲 它是比气球少少的 对不对 BB都拿得起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不够力射三分 大部分人射不到三分 最主要原因第一 自己肌肉紧张 很多很多人很有趣的 一到三分线 一射 大针射不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你第一次射三分的时候 通常都很小 有力 一射 大针 深深落印了在你的肌肉里面 每一次在三分线上 一射 它会大针 有个方法很容易解决的 两方面 一 你试试走前一步踩着线 你会发觉突然够力的 这个很有趣 第二 你试试走后一步 在线后一步 再射 你都发觉够力的 为什么在线后面会不够力呢 心理压力 情况是什么呢 你站在月台 明白 现在你在九龙堂站等车 你在月台边 你怎么发力 你害怕 其实真的差不多 你试试走前一步 或者走后一步 射 很容易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大部份是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OK 今天我们讲左手 即是我们的辅助手 刚刚讲完 说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有什么要做呢 第一 我们首先讲辅助手要摆的位置 我们这只手 射球 说射球的shooting form的时候 第一 第一 球呢 籃球里面 正常呢 你可以戒了一个十字出来的 你这只手正常要摆的位置 就应该是在 上边这一块 右边上边这一块 好了 那你另外那只手呢 手指呢 正常就向前 用掌骨 hold住球 不是握住它 千万不要握住它 另外这只手都不是握住它 因为你一握住它呢 你用手指呢 鎖了你的肌肉 鎖了你的手腕 鎖了你的手腕 你四球就不会油顺的了 记住两只手都不用握住它 两只手都是扶住它的 而最主要用力扶呢 其实是左手的 左手指前 你会发觉呢 会形成一个T字 给一些想象力 OK 连着T字 这样接球 手指指前 举起球的时候呢 记住 不是用 很多人都是的 用右手举上来 你试一下 尽量用 左手举高 左手举高 右手从来就是做一样东西 射 只是控制腿线和落魂 两样东西 没什么要做的了 记住右手的工作很微的 它不会控制方向 你手腕不应该屈来屈去 只是只能向前 方向是我们身体控制了的了 它不应该用力 不要用肩头力 很多人射球用肩头力的 有些人告诉我 射球太高 主要原因就是你用肩头力 射球不应该用肩头力 肩头力是用来混球的 OK 好了 左手 第一 向上 对不对 举向上 好了 然后 看着 要不需要拿开呢 很多人都以前教 我们以前教 通常都说拿开它 拿开它 你会可能有机会 因为刚刚说过 你其实主要是用左手扶着球 所以 如果你一拿开它 有机会飞来飞去 所以其实 你看着 如果你的射球动作是OK 你射球是向上的话 你的手其实并没有需要 拿开它 看着 手指向前 举高 射的时候 左手手指向上指 掌骨碰着球 旁边 第一 你不会再飞向左了 好了 因为你的左手顶住了 好了 当你向上的时候 它是完全不会阻挤你的 看到这个球 照样会旋转的 它是不会阻挤你的 你就算不缩开 它都不会阻挤你 都是直的 这个就是左手最重要的一点 OK 情况呢 就像我小时候 你如果有玩四驱车的话 你会发觉 那辆车呢 其实它是不会转左转右的 是一条赛道令你转左转右的 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街拉来的 我们扶着 我们扶着 那方向 那球就会向那个飞 就会向那个方向出 左手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看着 当你 左手 是 指向前的话 OK 你出手呢 自然就指向前的了 如果你左手 向上指的话 你出手呢 自然就会向上指 因为你呢 两个肩膀呢 其实是连住的 你不能高低到这样的嘛 很少的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想要高抛物线 很多人都说射不到高抛物线 主要主要原因 你的左手都没举高 你怎样可以向上呢 记住 左手向上 右手就自然向上 这个也是 几近一定的了 好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 左手 我们是作为瞄准点呢 都很重要的 之前说过我 常常都说 球 不要放中间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之前也提过 我们控制不了中间的器官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主要用左手 右手 右手 左脚 右脚 去打籃球的 你不会用鼻子去打籃球 也不会用嘴子 也不会用嘴子 但是 主要你碰球的地方 在中间上面 完全没有一点 是应该会碰到籃球 所以你的籃球 是不用放中间的 不会有助理瞄准的 情况就是 如果大家有驾驶的习惯的话 你不会开过一辆车 不要这么说 我没开过一辆车 在正中间的 例如F1 我没开过 大部分都在右边 我都可以用到 你一样可以控制到 而且 其实反而 你更容易控制 这个也是 我射球的一个想法 记住 球我们一开始 要放在胸口位置 不要放中间 放在右边的胸口 好 好了 难在 左手的射球最难的一点 是什么呢 其实是由接球转射球 好了 那我又要邀请阿豪出来帮我 好了 转头回来 我们又邀请阿豪出来 我们刚刚示范 刚刚那个左手的角度问题 第一个 如果左手指前 你就变成一个交球 很简单 你右手推 基本上是跟着他一起的 如果左手指45度 球大约45度 这个也是很多小朋友 射球的大约高度 45度 其实射45度 不代表你射软了 记住我们用的力量是大腿 所以 你其实这只手 用一只左手 举高一点 你右手自然射球 也都高一点 OK 向上射球 这个球才会用到脚的力量 这头炒了 是 先进一球 OK 用脚的力量 记住 左手 永远都是 向上的 不是向前的 你一指前 你的球就有机会平飞 这个球一机会有平飞的话 就是这个球 好像45度那样 这个平飞 其实是很难入球 所以我亦都用不到脚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 脚的力量 那个力量的角度是向上的 所以你的手 你的左手也都要 跟回这个力量方向 只要你的左手向上 球就会向上 你就自然容易入很多 这个第一点 好了 刚刚说完 我们由摘球 变射球 是怎么样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正常摘球 之前也说过 我们摘球的时候 应该要做什么 dip去射力 dip的时候 记住 为什么要dip呢 当你一dip的时候 你的掌心就自然会向下 第一 好了 这个时候 向下的时候 只要左手调整 OK 摘 左手调整 你就变回一个射球的手势 然后 向下的时候 拿上来做一个square的动作 就是瞄准的动作 square up square 记住square的动作 必需要是怎么样呢 就是左手 本身向下的 拿上来 左手变成指前 球 是会高过手跟的 你的右手手腕 自然就会屈曲的了 OK 屈的角度 绝对不会是90度 绝对不会 我再说一次 90度你会脱手的 OK 你会轻微屈曲大约60-70度 就是这样 左手拿起 掌心射出去 明白吗 再看一次 球 摘 向下 square 上回 上回 再来 摘 向下 square 指回 球 OK 记住 左手 向上 另外一样东西 左手 也可以让你射球更准确的 你左手的位置 直接影响了你右手射球 出手点的位置 我一般建议就是 球 摘 摆到右边胸口 举起来的时候 左手 左手 应该在正中间 左手在正中间 左手在正中间 那你的球自然在右手边 OK 然后 我们 之前说过 one two step 你可以自己回去试一下 左脚指着那块 球 跌 球在右脚开始出 记住 我没说错 右左脚瞄准 左脚重心 但是右脚不是不做任何事情的 你都要发力的 OK 我们就是把球放在右脚上面 右脚和双脚一跳起的时候 就会用右脚这个力量去射球 OK 记住 都是左脚瞄准 记住 你想练习左脚做重心 找一个你多讨厌的人 多讨厌的 走过去 打他一拳 你就会发觉 你一定是用左脚先的了 假设你右手的话 如果你是用左手的话 你就用右脚做重心脚 这个就是重心脚 但是你法力呢 其实是腰法力的 不是脚法力 但是重心是在这里 记住这个点 并不是说叫你用左脚跳起射 并不是这样 左脚重心 右脚都是要发力射的 明白 所以 反过来 如果你去射球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OK 你左脚指着的框 右脚 你不要摆前 摆后的 都是指着的框 你都射到个球 都是直的 这个就是左脚的重心问题 明白 左脚指外 左脚指着的框 右脚指外 照射 你都是直的 因为你的重心在这里 明白 但是你调转呢 右脚指直 左脚指歪呢 你难 难一点的 的而且肯定会难一点的 因为你太容易 因为所有东西集中在一点 一条线上面 你踩钢线 但是单脚踩钢线 你难平衡 亦都难走 亦都难 movement 你射球的动作会动的 所以记住 我们是左脚瞄准 波摆右边 Square 举起 向上射波